台铁公司全新采购首款欧系裁电机车R2000型 今年的6月才正式的上路 没想到8号上午从花莲站南下牵引普庸马列车 试车的时候却发生了故障 不只造成道路交通大打劫 有多班列车也受影响而误点了大约半小时 两台火车头连接在一起 不知情的人恐怕以为是发生车祸 原来这是台铁最新柴电车R200 幸运到一半却发生故障状况 其中一个备用车马上启动 要把车头拖回花莲车站 动力异常是发生在10点3分 那在10点37该列车 幸运转的列车已经驶回花莲站 那总共影响两个列次 迅速排除状况目前已经恢复通行 现场也无人员伤亡 8号上午10点柴电车从花莲车站往南向 没想到是营运过程中经过花莲吉安 出现动力异常 不但当场卡住还影响两辆南下列车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目前已经全线恢复通行 这场矿nek复通行 优优独播剧州